目前為止我們知道就是說 我們南部的警力 基本上是已經調動到北部去了 反黑箱服貿活動已持續延燒36小時 全台支持者從四面八方湧入立法院現場 估計有一萬多名民眾參加 而警方則是動員了全台2500名警力緊急支援 民進黨台南市黨部今天緊急與高雄連線同時召開記者會 呼籲政府應以地方治安為重 調多少個了 目前我們警察局沒有接過通知派警力支援 有調多少個了 沒有 目前我跟不正 目前都沒有接到通知 我們民進黨團在這邊呼籲 我們警察局情理不可好 不能再開 這個部分因為這裡 是要守護盾寸鐵 他們是表達他們的訴求 所以由我們警察的部分 只要維持到那個秩序就可以了 台南市議員賴慧元陳怡貞 國國文以及曾王雅雲等人 昨立野北上立法院聲援學生 副議長郭信良指出 台南市本身的警力不俗就已不足 不能再另外徵兆北上 同時也說明動員尚簽名警察 對付一群 所無寸鐵的學生族群 實在情力難容 所以他們都在那裡 跟他們這些 學生 如果說 一定第一 一定不可以賣別的東西 第一 一定不出那個出口 也不罵人這樣子 我覺得他們是很理性 他們在抗爭什麼 抗爭 不要 他們不要黑箱作業 他們也不要包裹 表決 這件事情 我看到警察 如果我要進去 看到那麼多警察 我身體很辛苦 市議員曾王雅筠 昨日北上時 看見學生以理性的態度 面對這場抗爭 現場並無外界傳言的蓄意破壞 以及其他荒唐行徑 身為一個媽媽的他 心痛這些孩子 被上牽警力包圍 也希望警力不要在序料北上 保有地方警力維護治安 同時也讓孩子們 能安全地結束這場活動 記者王岐勳,台南報導 謝謝 謝謝我們大家可以幫你 謝謝 謝謝